大家好,这边是麦子学院给大家带来的ECshop独立网店二次开发的视频教程 这个教程由我来主讲 我的名字叫做黄火辉 这个是我的一个个人形象 我在这一个web开发领域做了一个六年 这边是我的一个个人的小简介 大家看一下 那我们这一节课的话来看一下我们这一节课的课程大纲 课程大纲在哪里呢 在这啊 稍等一下啊,我打开一下 好,那我们这一个课程的话一共是分成我们的15张 分成15张来讲解 那么第一张的话就是我们ECshop的介绍 运行环境与安装 总共是有两个小节 第二个章节呢就是介绍一下我们ECshop的文件结构 一个主要的目录跟主要的文件 然后第三张的话介绍一下我们这一个数据库表 数据库表 那么也是主要的一个数据库表 因为你全部要讲的话是非常多 讲得非常多也非常细也没有什么必要 所以说主要的讲了,然后举一方三大家后面慢慢的自己去了解就可以了 那么第四张的话就是讲我们这个常用标签 那我们ECshop使用的是smarty引擎 所以说我们需要对smarty的一个标签做一个学习 总共是有五个小节 那么第五张的话是一个后台的基本操作 商店 这一个商品订单广告会员跟模板 总共是有六个主要的操作 当然这个操作的话也不是全部的 我也直接挑了主要的 因为全部的话也是非常多 然后第六张的话是一个第三方模板的安装 一张一时用 那总共是分成三个小节来讲 那第七张开始的话是我们的一个实战课程 7到15张都是做一些实战的有意思的东西 那当然你想做得好的话 前面的章节也必须去认真的看 那么第七张是显示一个商品的购买人数 这个的话到时候做到的时候 我会做实验给大家看是怎么一个操作方式 那第八张是定义一个导航栏的一个nofollow标签 那么nofollow这一个对于我们SEO的同学来讲的话 是比较重要的一个概念 这个呢也是我在日常概发中 非常多人有需要这样子的需求 所以我就把它拿出来讲了 那么第九张的话就是不同分裂 调用不同的一个模板案例 好不同分裂调用一个不同模板 那这个时候呢 这个为什么要拿出来讲呢 好就是因为我们做的是一个商城系统 所以说有可能我们卖茶叶 也可能我们卖衣服一起卖对吧 那我茶叶跟衣服的这一个分裂 样式呢我想不一样对不对 我想不一样 因为你卖茶叶可能是偏绿色 卖衣服的话可能是偏蓝色 或者是偏黑色之类的啊 你这样子的话就是可以独立风格啊 显得你这个网站比较专业 对吧 那么 那第十张的话就是利用我们的EC shop 阿加克斯来更新我们的购物车数量 总共呢也是两个小节 EC shop中如何使用阿加克斯 还有一个利用阿加克斯更新购物车的一个数量 这个是一个重点课程阿加克斯是一个重点课程 因为我们的阿加克斯跟我们普通的Jets的阿加克斯 跟我们的Jquery的阿加克斯封装的那个阿加克斯 是有点不一样的 这个EC shop呢也是自己封装了一个阿加克斯的一个使用方式 这个到时候我跟大家讲怎么来使用 那十一张的话是一个商品列表添加搜索 那这种情况的话就发生在我们有些 这些时候系统 这个EC shop提供给我们的 EC shop提供给我们的这个搜索条件呢 满足不了我们的需求 这个时候比如说我们要通过 商品的这一个 商品的价格之类的 这样子的话就需要使用到我们添加一些搜索字段 那这个概念的话 学完之后也可以理解一下我们的这个阿加克斯 这个的话是循序 询系渐进的这样子的一个课程 所以说大家 有些时候还是顺序的看 如果说你对我们EC shop 已经比较熟悉的话 我们可以跳着看可以跳着看 第七张开始都可以跳着看 那么十二张的话是导出会员信息 导出会员信息这个需求呢 就是我们一个公司 不可能只有你一个人 对吧有时候你招了一个人 但是他呢不爱用我们的EC shop后台 他是一个ECL高手 这时候他希望你把你的会员信息导出一个ECL格式 给他做一个统计 对吧这样子的话就出现了一个导出会员信息的一个需求 那十三张 十三张 十三张 十三张的话就是一个后台的分页原理 那这个的话也是使用到我们阿甲克斯 那这个为什么要拿出来讲的话 因为 这个是什么情况一直出来 因为呢我们十五张好需要建立我们的一个后台列表 这个是需要用到分页的 所以说我们拿出来先讲 而且我们ECSOP后台是用阿甲克斯来分页的好 也是用到了这个知识点 所以说这个也有必要拿出一节课来跟大家讲解一下 好为什么要独立讲这一个课程 那十四张的话就是ECSOP的一个权限分配原理 这一个的话会比较学起来比较吃力也是一个重点 也是一个重点 当然理解之后的话会觉得非常简单 总共呢是有三个小节 那十五张的话是ECSOP建立一个独立的模块 这个章节的话就是对我们前面的知识呢 都是做一个总结 从后台到前台全部给大家讲一下 这样子的话大家就明白了一个ECSOP的一个流程 后台到前台是怎么来操作的 好 那么这十五个章节的话就是我的一个课程大纲 课程大纲 那么接下来的话我们就来看一下我们ECSOP的介绍 好 好 那么我们第一章的话就会有两个小节 好 我们来看一下ECSOP的介绍 好ECSOP的网店系统只专注于网上商店的软件开发 因为专注属于专业 已成为数以万计企业和个人提供完美的网上开店解决方案 成为目前国内最受欢迎的一个网店 好 那么ECSOP当年跟SOPEKS的话 SOPEKS的话可以说是两分天下 SOPEKS可能使用量还没有ECSOP多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ECSOP的话准确来说是免费开源的 虽然说它后台需要有一个什么权限 需要有一个 购买一个授权码什么东西的 但是一般情况下我们都是直接可以拿过来用 直接可以拿过来用 不需要什么授权 那SOPEKS的话是一个完全商业化的一个商专软件 那么后来ECSOP被我们的SOPEKS收购了 收购了之后的话 对我们ECSOP肯定是会有一些阻挡的 比如说它的一个更新频率就很少了 一年可能更新一两次 而且也不添加一些新功能的 这样子的话导致我们ECSOP这个开源的 非常好用的这一个商店系统的话 现在就是已经有点跟不上节奏 当然对于我们企业或者是个人还是一个非常完美的解决方案 因为它免费 而且代码是完全开源不加密的 可以完全做二次开发来使用 它功能还是非常强大的 好那就是一个简单的介绍 好那详细的介绍的话 我会在1.2ECSOP安装的时候 跟大家说一下 如何来安装 或者是我们更详细的一个介绍 好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这个运行环境 看一下我们这个运行环境 那我们Windows系统的话 我推荐的是WAMP 这个是这个软件的一个官方网站 我们打开一下 好就是这个网址 因为它是个国外的网站 打开速度的话 可能就不是非常效率 不是非常效率 那么好我们接着来看一下 如果你是Mac电脑就是苹果电脑的话 我推荐的话是这一个XAMPP这个软件 这个是有我们的这一个苹果版的 当然了这个苹果版你使用的话 也是跟安装普通软件 没什么差别 拉到你的这个安装目录下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WAMP安装也是非常简单 跟安装我们的QQ一样 这个我也不详细讲 然后下面有一个小小的穿插 就是学习我们ECsoft课程的话 你可能需要了解一下我们的HTML CSS JS PHP 还有我们的MySQL的一些操作 当然你全部都不会也没关系 还是可以学到东西的 因为这一些是理论 然后我们这一节 我们这一个课程的话 是相当于是实际 当然你会这一些是非常完美了 会这一些非常完美 如果说你不会这一些的话 可能稍稍有点吃力 当然也是可以做事情的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WAMP这个软件 打开我们官方网站之后 我们可以一直往下拉 拉到这个部分的话 这边会有两个下载链接 一个是32位 一个是64位 大家的话就根据自己电脑的一个系统 来选择我们的这个软件版本 系统如何来看呢 我们打开 我们打开我们的这一个 我的电脑对吧 我的电脑右击属性 这边的话就会说你的是32位操作系统 还是64位操作系统 就是这边 那大家看好之后的话 就是根据你自己电脑系统 选择安装就好了 那我是已经安装好了 我就不重新再安装了 因为安装这一个 会有一些配置上的东西 所以说我就安装好 不重新安装 当然非常简单 大家只要下一步下一步就可以了 安装完之后我们运行一下 好这个就是运行现在是红色 大家看到黄色白色对吧 白色的状态就代表 我们这一个软件是运行成功的 这个小仪表盘这个东西 当然它的图标是根据你的系统 会有点不一样 如果说你是WIN764位的话 它可能是一台电脑的这样子的小图标 那我是32位的 所以说它的图标是一个仪表盘 安装好之后我们来看一下 鼠标当机左键 好鼠标当机左键会出现这么多选项 大家看一下字面上的意思 Roclost就是我们的这一个 本地的一个访问网址 本地的一个访问网址 然后phpmed.me 然后网站跟目录 那这个的话就是我们ecshop的 一个软件跟目录 好我们把软 那一个程序放到这一边 具体安装的时候 我跟大家怎么说怎么来做 然后 这边会有apache的 服务启动之类的选项 还有它的模块 还有我们的这个配置项 配置文件 有我们的php的配置文件 还有php的一些扩展 mycq mycq的控制台 还有my.ini的一个配置文件 下面四个选项的话 就是启动服务 停止服务 重启服务 那这边有个put off run的话 这个 一般是没用的 这个可以不点 反正这一个的话一般 可以说在国内的话几乎是没用的 这个用来做我们一些虚拟域名的东西 那么 右键 右键的话就可以看到有一个关于我们 还有我们的一些说明帮助 还有我们的语言包 还有我们的退出 那语言包的话就可以选择你的中文简体 中文房体 还有英文等等其他你所熟悉的这一个语言 好 那这样子的话就是我们的一个应形环境的简单介绍 如果说大家安装好之后 大家安装好之后出现一些debug 就是比如说插 debug就是你的网页打开会非常凌乱 这个时候我们需要去修改我们这一个东西 我们需要把apache的这一个php apache的这一个php http.config 然后把它一直拉到最下面 拉到最下面那边会有一个插ampp的东西 还是这个东西我们看一下 嗯 那目前没有发现哈 如果说大家有发现的话可以百度一下 会出现那个的话会出现一个debug的问题 会非常烦恼哈 ok这边没有没看见没看见的话说明我这一台安装好之后就没有出现问题啊 好 没问题就没问题 那么我们这一节课就讲到这一边哈 这一节课一个小作业就是安装好你的运行环境啊 wmp xampp等啊 就是你选择一个windows的话安装wmp 啊 macb就是安装我们的xmmpp 好 一定要安装好你的软件 不然下节课你就没办法运行安装我们的ezytrope了啊 好 这边是麦子学院 感谢大家的听讲